台中市政府这家预算3.5亿元进行台中振兴经济消费惊喜送 看一首日绿营一元就炮火猛攻 执意市府违法替台中购物节来这家预算还增加了八倍之多 认为市府是大撒币购物节商圈市场都无感 只有带动房地产车业是贵妇来受惠 我们购物节的类别消费金额的第一名到第三名分别是哪一些 第一个是房地产第二个是车子 第三个就是一般的消费 台中购物节再度挨批贵妇才是最大的收费 定期会开业第一天意识堂炮身四起 而令议员质疑市府所追加的预算3.5亿元 要用来振兴经济消费惊喜送 根本是台中购物节的翻版 在地店家真的有因为购物节而得到经济的刺激吗 主委都说因为购物节 你只有问主委吗 你有没有去问在地的商家 他们有没有办法真的把他们的行程反映让市府知道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要怎么执行这个3.5 那你还好意思送这个3.5到议会 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嘛 匡列一个3.5的预算 然后要议会背书 令议员质疑 惊喜送是市府要大撒币的政策 也只能带来短期的商机 为消费而消费 应该远关长远 来振兴在地商圈市场做行销 才可以让小店家跟市民有实质受贿 一直在质疑3.5购物节这样子的撒币发现金 那你干脆这个把你超收的税收都拿来发给所有的市民现金就好 真正的振兴地方经济 你要能够真的补助到商圈 补助到夜市 补助到市场 真的对小民经济有帮助吗 把这些经费不如去辅导商圈 让商圈能够整个转型能够活化 让民众能够不是只是在购物节的期间去做消费 这不是才是对商家更好的支持 更好的转型更好的帮助 而不是在购物节的期间用大撒币的方式 他到底是在做一个政绩 还是他有实际上面对于长远经济 这样消费刺激这样的一个成效 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实质的生意 否则这种大撒币 以及短期的去刺激消费的手段 我想其实我们并不乐见 国民党议员表示 应该要尽速通过快接全民共享的6000元大商机 蓝绿的看法不同 而最后议长张清照的才是 市府第二次追加预算通过一读 会交付议会委员会审查 这里交话台中崔凤道